嘩沙聲 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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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非常之大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f 很多人都會在IG上問我 為什麼你發現自己的機器 怎樣去接受自己的機器 那我們應該要怎樣面對自己的機器呢 首先呢 你會非常之 好迷惑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新的東西 你還沒接觸過 你還沒接觸過 我當然不知道 Gate這個Terms 到底是什麼差 對不對 你會覺得 死啦 我為什麼無緣無故喜歡男人 我是不是很大壓力 其實 不是啦 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啦 我想起我開始去接受自己的時候 我的感覺就是 很 無助 我會覺得 沒有人可以幫到我 我又不知道找什麼人聊 而香港的教育制度 亦都是沒有怎麼說過同性戀的東西 通常每次有這些講座 班上的人都會看 然後就看一看 看一看 看一看那邊 看一看那邊的男生 然後就看死機佬 我心想 我是死機佬的話 我做錯了什麼 我同性戀有什麼問題 就是因為這樣大眾都會 label 同性戀是有問題的 不是我們有問題 是他們有問題 至於第二步 我覺得 假如你接受了自己 那你就會對Gate這個community 就會有更加多的興趣 你會想發現更加多的東西 可能是sex 可能是relationship 或者只不過是正常的 social network的東西 就是認識多些朋友去玩 關於relationship和sex 這兩個主題 都不是今天要說的東西 至於social network 我覺得其實是挺重要 因為你身邊都要有少少朋友去support你 有時候你上網找的資訊 可能會看到關於愛滋病的一個話題 而很多人就因為沒有基本的知識 所以覺得愛滋病就是恐怖的東西 只要做好安全措施去進行性行為的話 其實你不會有愛滋病的 而且不僅僅是得基才有愛滋病的 男同男女同女 男同女都會有愛滋病的 沒有一定要同性戀才有愛滋病 是不是 癡 媽 根 當你explore完之後 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可能會更加強烈 有些人就會想 說給人聽話 其實我是假的 想出櫃 而有些人就想 打死都不說給家人知道 但是可以說給朋友知道 說給朋友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會多了身邊的人支持 至少你不是這麼孤單 有人會陪著你去支持你 但是呢 至於出櫃這一點 我有點保留 我們come out 完之後 就一定要證明自己 而這個步驟是最長的 因為你不知道你家人 什麼時候才可以接受 假如你come out 完之後 有些家人 親戚 他們都接受了 其實不是代表他們真的完全OK 因為他們老一輩 心裡都有個關口 就是這樣 就在這個時間裡 你要做到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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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好 因為你要證明給他們看 其實我們和普通人 一般人都是可以生活得好 簡簡單單 都可以生活得正正常常 同性戀 異性戀 雙性戀 其實一點問題 一點衝突都沒有 就在這個情況之下 在你的家人 親朋戚友 他們就會開始覺得 其實同性戀 和普通人 是沒有分別的 我這段片其實不是鼓勵大家出櫃 也都不反對 不過你要知道 你出櫃完之後的後果 我和家人的那種關係 是會有一定的傷害 我就前幾段 我現在和我家人的關係 有兩個星期都在冷戰 而最近我家人開始 有些正常的溝通 無論現在看這條片 你是姬也好 不是姬也好 希望這條片都可以幫助到大家 而且 假如你身邊有些朋友 他們是很confused 不知道到底自己的性經向是什麼 你可以share這條片 給他看一下 做參考也好 還有記得跟你們說 就算你是姪姬 我都會很愛你 那他一定會非常之 暖入心 今天條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 就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個人認為 其實真的沒什麼好怕 而所有恐懼 都是自己 想像出來 如果你不想那麼多 你覺得自己正常的話 其實你本身就正常 有什麼問題 你都沒有問題